现前我们在世界里头 说佛的人不少啊 这些修佛的人 灵命宗师 一个念头错了 都三五道学 阿赖耶诗里头 有佛法的种子 有三宝的种子 这个种子 金刚不坏 他才畜生 莫为地狱 要是遇到云 阴阳几千辛 即使都在地狱到底 他后悔 一般状况之下 只要后悔认错 就能离开地狱 为什么还有很多 真的后悔了 他也不能离开地狱 原因是 他跟众生 结的冤仇太深 结的太多 佛菩萨 佛菩萨想帮助他 那些人 扰乱 啊 这个是让佛菩萨也 无苦难 怎么办呢 等他们渊渊相报 报到差不多 两方面都救了 觉得这个没什么意思 何苦呢 啊 啊 抱来抱去 双方都痛苦 不是一方啊 双方都痛苦啊 而且双方痛苦的状况 应该是平等平等 啊 这种报复 就毫无意义 即使是我的报复 我受苦三分 他受苦七分 还是不知道 如果说我的报复 他受苦 我不受苦 没有这个道理 无有是处 啊 云不能解 怎样才不给人解 云 肯吃亏 肯忍让 这问题就解决了 啊 不肯吃亏 不肯忍让 这个戒 只有加深 没有欢呼的现象 那 那如何使我 真正能把怨戒 揭开了 没有别的 一定要接受 佛陀 跟神仙的教会 长时期 有佛菩萨教会 有圣仙教会 慢慢呢 你把这四十真相 都搞明白了 自然就放下了 欢喜放下 啊 欢喜吃亏 欢喜 让步 啊 这是你真正功夫 得力 智慧 先前 啊 能看得出 还不肯让步 还有怨气 这问题 没解决 啊 啊 尼 陀佛 啊 尼 陀佛 阿 祢 陀佛